接下来那一掌握国际焦点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体 在台湾时间早上五点 已经从医院出发 准备返回东京的住家 可以看到尽管是一大早的遗邻 不过呢在医院外头 还是有大量的日本媒体守候在外 其实就在这个邻车里头 安倍夫人就坐在后座 尽管戴着口罩遮住了半张脸 还是可以从她的神情 感觉出她一夜没有睡的心里焦脆 经过一个晚上的司法解剖之后 内辆县警察在早上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死因 是因为锁骨下方的动脉损伤太过于严重 导致湿血过多致死 现在安倍的邻车已经上了高速公路 预计在台湾时间早上11点左右 可以回到安倍在东京的寓所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